当我们三餐都吃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这个消化系统啊 是很忙碌的 他熟了消化食物过后呢 需要把食物的营养呢 运输到小肠里面去吸收 过后呢有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 那么营养吸收过后呢 他也我们身体呢 也需要把它分布到全身呢 给我们身体格格的五脏六脯器官的使用 那么平时呢 我们一天吃三餐嘛 所以我们身体呢 是花很多时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进行三餐营养断食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啊 因为是固态食物 基本上呢 你喝了下去过后呢 他也不需要怎么止消化 你身体就可以直接吸收 因为营养是一个bioavailable的产品 所以不需要经过消化就可以吸收的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吃的很少嘛 那么我们身体还需要能量 就从我们身体储存的脂肪 溶解出来提供能量 那么很多时候呢 和我们脂肪困绑在一起的这种脂溶性的毒素呢 就会release出来到我们血液里面 通过血液循环 带到我们的肝脏去把它清除掉 但是我们平时用来消化的能量哦 现在因为没有需要消化嘛 这个能量呢 那就会transfer转换去呢 我们自家溶解的能量 那么通过我们身体把毒素排干净过后 配啊 campus里面齐全的营养 那么我们身体呢 就能够有效的把我们身体这些各种啊 旧患的地方的老旧细胞拆除掉 那么长新的健康的细胞给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呢 在断食过后呢 他身体很多救济啊 就能够自家溶解的自己的康复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在不需要花很多能量消化的时候 吸收和排泄废物的时候呢 那些能量呢 全部都会转换成为自家溶解的能量 帮助我们身体排毒 还有我们身体的复原 所以campus的这个soul source program哦 我们叫做三大清理 第一个呢 消化系统放假 第二 你脂溶性的毒素大燃烧过程中 也把脂溶性毒素排出体外 那么第三呢 把所有身体的老旧细胞 啊 那些坏死的细胞 受伤的细胞拆除掉 啊 配合营养 长新的健康细胞给我们的身体 感谢观看